OK好 那我现在有在这个chunk里面呢 我是设定了另外一个状况 也是一个像是出测验能力测测验题的这个状况 不过现在是设定说 假设现在面对的学生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那他们都是有念过书 那么依照出题者的设计 只要是有念过书的学生 那在这个实题的这个单选题 每一题能够答对的几率应该都是0.8 所以现在这个状况 它的整个预计的这个理论上的这个分数的分布 或是答对几率的分布会有不一样 那我们就是同样还是用那个二项分分布 那只是这次的试验次数是变成10 那那个P是变成了0.8 好 然后这个我们先我们就跳过 我们直接看这个PDF PDF的话就是有11种状况 好 11种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是都没有答对 然后一直到通通都答对的这个可能 这11种状况的一个可能的几率的分布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个状况 那我这次是用那个比较简单的绘图 这个是R的本身 你不必装用一个GG plot就可以画出这个这样的图 好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个状况的PDF PDF是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有可能的是8 好 那从这里 我是要让同学等一下我们就会借这个例子 谈到期望值跟变异数 好 那这里呢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它的CDF 就是可以 可以运用这个P去从 就是根据可能会有几题 然后它的累积几率是 是的状况 那这个同样是从那个0开始累积到 全部都答对 好 那这个Q呢 也是可以说从 我根据 某一个几率 得 我去预估会是 会是得到的 得到的 得到是几题 那我 那我 那我这边我设定 刚刚给各位的code里面 我这边除了0.5之外 我另外给的两个值 好 跟前面的一样我都是给0.05跟0.95 那其实这是给各位同学一个提示 因为如果你可以完成1.4的话 那level 2 接下来要要面对的就是要学习那个推论统计的部分 那0.5或0.95是最常见到的一个值 那之后会见到 那之后会见到他们在那个判断机就是对判断那个资料的机率性性质上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好那 呃 接下来 我我我呃 刚刚给各位的code呢 我后来有一点 我在中间休息之后有做一些调整 不过 调整不是很大 我想接下来就请大家 你自己加上去 好 像这个期望值的这个标记 我本来这个N乘P是前面没有给他存到一个物件 不过请大请大家把它给存一个物件 存到这个叫做MU MU 好那为什么要叫做MU 因为它是那个希腊字母用来代表MU代表一个理论的 呃 很有有有有有些人会说他 他会会会说他是用来代表什么母群体的期望值 不过我比较喜欢 我自己觉得说叫做叫他叫做理论的期望值会会更中性一些 好这是理论的期望值我们通常都是用希腊字母 就是那他的发音是MU 好那个是那个希腊字母MU 你们可以自己去Google网路搜寻一下就知道是长什么样子 好那呃当然他前前面之前也也是Sincerey的前的前面第一张的单元 他也有告诉我我我们我们其实呃这个N乘以P主要是那个二项分布的 好根据他这边的公式我们可以去求那也可以根据那个通用的公式 好这个是在那个呃就是第一张这里 好Basic Probability的这个公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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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公公那他如果说用R 把这个公式用R的程式码来写他可以适用任何的理论的几率的期望值 好也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PDF的他的所有的值域跟每一个值的几率密度你都可以用你都可以用这个公用这个程式码去算出这一个理论几率的理论几率分布的期望值 好这给各位说给各位说明一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要知道的性质就是变异数那变异数我在这边加了一个我把前面这个存到这个物件叫做Sigma也请同学你自己加进去 好就我刚刚给各位的程式码之中 好你的他也是个希腊字字母大家也可以也是会经常在很多地方特别会看到Sigma这个符号 好那Sigma呢你们通常是叫做什么那个理论的标准差 好那他更常见到的应该是Sigma平方只是只是说 因为在这里我如果物件名称还给他加个什么平方会 会会会会造成一些麻烦所以我就只给他取名叫Sigma 好那呃那这样子有什么样的意有什么意义呢 好那么我在这边呢 请大家呢把这个都输入进去之后呢 然后请你们